这个美人鱼用辣椒擦眼睛 只为得到珍珠送给先上人 美人鱼阿花是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 和其他人鱼一样 她的眼泪会变成珍珠 尾巴沾到水就会先圆形 阿花已经上岸很多年了 在善良的乌贼姐帮助下 她生活得很好 可最近阿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她喜欢上校草 但是美人鱼族有一个诅咒 每个不满18岁的人鱼 在告白的时候都会暂时转换性别 也就是说 一告白就变男生 这可让阿花狠狠狠的出了丑 她找到乌贼姐 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乌贼姐告诉她 办法倒是有 那就是得到心爱之人的吻 这样不到20岁就可以谈恋爱了 阿花可以召唤会魔法的海巫 寻求帮助 但是海巫是狡猾的商人 这个交易是危险的 被爱情冲回头脑的阿花 哪里管这些 她对着魔法项链唱歌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这不是学校里有名的恋爱导师小明吗 这个男生凭借帮人撩妹 挣一些咨询费 是绝对的真爱杀兽 但她怎么会是海巫呢 不光阿花很诧异 小明本人都以为这是做梦 还是狐贼姐说出了真相 小明是人类和海巫的混血 这些年来魔法本能一直沉睡 阿花现在召唤出来的只是小明的灵魂 这就是魔法的源头 第一当头的小明很快认清了情况 让小草擒一下阿花 她就可以得到三颗珍珠 这个买卖太划算了 当阿花付定金的时候 因为她实在哭不出来 只能用辣椒擦眼睛 吞芥末 逼自己流眼泪 小明开始一点点唤醒自己的魔法 她其实是校草的室友 知道这个外表帅气的男神 背地里有多难搞 所以小明不能利用之前的套路 首先她发现自己可以灵魂附体 所以她附在校草身上 亲了阿花一下 但这一点用都没有 阿花又变成了男生 第一次尝试不成功 小明差点被全额退款 就在自己快要被客户打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 可以让阿花短暂的失去意识 所以第二次尝试 她把校草弄晕在了男厕所 让阿花赶紧承认职位 但这还是没用 她又一次变成男生了 接连的两次失败 让阿花非常生气 她又要求退款 小明没有放弃 她最后扮成了女人的样子 帮阿花的告白人工配音 但眼前的校草一下就看出来 这是双簧 她却没有明确的拒绝 因为她印象中 校明是不会这么努力的帮一个女生忙的 所以她想看看这里面是怎么回事 前段时间 小明还叫黄了她勾引白富美的计划 如果能抢走小明喜欢的女生 她也算是报仇了 但校草打的什么主意先不管 小明的买卖 这就算成了一大半了 那天晚上 阿花和她一起喝啤酒庆祝 但酒劲上头空气升温 两个人都开始为对方心动了 看来这么长时间的并肩作战 真的让他们开始互相喜欢了 校草踩得果然没错 第二天本来已经决定在一起的两人 却遭到了校草的挑拨 她居然让其他女生 等阿花的面勾引小明 这可让刚刚燃起的爱的小火苗岌岌可危 校草心中安息 让小明拆散她和白富美 这是她应得的 上线的阿花把项链送给了小明 并决定不再相信这个四处撩妹的渣男 但小明受到项链之后 她意识到阿花对自己的心意 就赶紧找到了对方 进行了一波强势告白 即使面对着变成男生的阿花 她也真心地吻了下去 这下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 但校草这时又从众作梗 她在阿花的心里发现了海螺的秘密 据乌贼姐说 如果有人毁坏了海螺 那这会成为诅咒阿花的咒语 所以当小明再次见到阿花时 心爱的姑娘已经开始躺在浴缸里冒泡泡了 乌贼姐说 只有爱人的心头血能消除诅咒 校荣后悔极了 她怎么就得罪校草了呢 让人家报复自己到这个程度 但时间来不及了 校荣只能心一横 把匕首扎到了胸口 但匕首居然是假的 其实这一切都是校草的恶作剧 她没想到校荣这么偏 本来只是想让她把怕死的样子 展现给阿花的 结果却成了两人恋情最大的助攻 好在没人受伤 海螺也好好的在阿花那里 故事的最后 小明帮校草追回了白富美 条件就是校草永远保守人鱼的秘密 这个甜蜜 有一点脑洞的故事 就这样结束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